这个静于感觉如今快船输球不是一个人的事 而是全员状态不在线 感觉哈等队进攻已经毫无积极状态 对方内线没中逢情况下也选择传球 乔治今年的播风播舞状态比农眉还夸张 小卡这赛季赖以成名的中头也频频失去准形 猛男始终还是场上态度积极 但还是换不来胜利 今年拿不到好成绩 觉得鲍尔默必然要重建 我感觉不至于说今年 就说啥 赛季中期之前如果说成绩这块还没有起射的话 差不多就要交易了 因为没办法呀 你说那些也是实情 这东西你但凡看了比赛了 你也能看在眼里 就是怎么讲呢 或许哈等也是四处奔波之后 内心当中有苦说不出 再结合仰看着猛男做出了牺牲 但是对那拉纳德竞技状态已经一去不返 拉纳德呀 按理说呢 就他遭遇了一个赛季商庭 你起码打出凯文多伦特一样的表现吧 他是不是对那老大了 距离争夺老大冠军这一目标渐行渐远了 但起码作为二当家还能做出 十足发挥吧 进攻场均还能三十一份呢 拉纳德 你瞅他现在场均 就能难堪的进攻输出表现 你只能理解 拉纳德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提供到防守端了 但问题是 今天冠冠在防守端 也是拉跨到底呀 不光进攻不在线 防守也没了 那你说你防守体现在哪呢 你没体现出任何防守的 对于团队地下指 团队的防守整体表现 也在联赛当中 属于是陆路平庸之流 那没用啊 你进攻就场均二十份了 你也不搞笑啊 现在拉纳德 三分命中率都低了 就这表现 确实哈登也感觉有点幻灭 就原本以为现在这次快船呢 是如同之前巅峰蓝网三区头那把 但一是自己呢 没有当年的实力了 保罗乔治呢 天生地脚低一脚 这种不稳定性 比当年的凯如文 欧文只能说他场外不太稳定 思想精神 他无法做到高度集中 但只要他打比赛 欧文下下维持 那不比保罗乔治体面多了 乔治是一门心思打篮球 但是也架不住 他身手实力不足带来的 进攻端 大起大腹 凯如文呢 他只有一半心思放到篮球场上 只要登场贡献就非常十足 这是凯如文 不一样 当年的杜兰特呢 比现在的拉网纳德 明显呢 常不在期间说领先两个级别 不算过分吧 常不在期间 领先俩级别 要不然说哈登现在 有点消极 对方来下没影 他也不敢往来下进来 为啥呀 打打看吧 现在可能说哈登 他的内心想法是啥 我先让拉网纳德 你恢复成精的自我吧 要不然呢 我再努力 球队走不远呢 我实在队内不是老大 老大是指望你 结果老大厂捐20分 你现在厂捐速度 没有裤子瓦高呢 那怎么以你马首是赞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